去年發生工潮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說 已經改善工作環境 又承諾今年加薪幅度不會低過通脹 工會就要求加薪幅度要有雙位數 碼頭公潮將近一年 和旺屬下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召開記者會 介紹引入新吊機 會逐步以電腦搖控吊機 初步會訓練公司直屬員工用 兩年後擴展到外盤吊機手 但強調不會減少平用機手 又承諾今年加薪幅度不會低過通脹 引營機手投訴沒有地方去廁所 公司在吊機下申起了17個流動洗手間 由吊機到洗手間要逛10分鐘 外判員工如果想有飯中錢 就要在駕駛室內用15分鐘吃飯 碼頭公司形容去年工潮是上了寶貴一貨 但強調會維持外判商制度也會監察他們 基本上現在他們是沒有剝削員工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會繼續監察他們 我們有發現我們要嚴肅處理 我們希望公有關心的問題我們可以處理 但同樣地我也希望公有明白 碼頭今天的困難或者挑戰 上年度貨櫃碼頭吞吐量下跌了12% 而股東盈利下跌了25% 國際貨櫃碼頭公司說 微仔細研究和去年的工潮有沒有關係 工會就要求加薪雙位數 這一方面我們表示失望 我們都覺得如果加薪幅度只是不得於通脹 是未能夠滿足我們公有的要求 似乎寶貴的一貨是否不夠深刻呢 他期望外判商和公司 盡快和工會就加薪幅度展開談判 會視乎工人的情況 再決定會不會有進一步行動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應報導 到